你们一直打压传统医学 你每天就要开刀嘛 你自己生病也开刀 你家人生病你也吃药也开刀 没有保险 而且还遇到好多医生 他们平常是去干什么 去推拿 去按摩啊 还有他跑去刮沙 我在马街医院认识一些朋友 真的把那些医生 听我讲以后请我去教他们 去演讲 因为我说你们也要自己保健 不然你们到时候身体也坏了 心脏也坏了 心坏了身体也坏了 他们听到我讲的 他们知道我在求他 我说心坏了 心也坏了 他们开玩笑 因为好朋友就只可以开玩笑嘛 是不是 那我的孩子 我以前有个孩子这样生病 到时候你会发觉到 你没有办法救他的时候 那个心情啊 那三十年前 他现在应该已经 如果还在的话 他四十岁 那个时候 我俗户是中医 怎么也不会 他也搞不懂 西医所有传统医学看变了 没有人会 没有人搞得懂 他究竟是什么病 一岁的时候很漂亮 你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一个 很漂亮 等到一岁的时候突然间瘫掉了 什么毛病都没有 太患了 我一个小孩子很漂亮 等着你们看 非常漂亮 这前面都不用担心 等着再给你们看 这一个 漂不漂亮 很漂亮 现在如果在的话快四十岁了 然后怎么样呢 突然间 瘫的 你想想看一个爸爸妈妈 孩子抱到一岁多的时候 原来活不乱跳 原来非常的漂亮 原来一天到晚笑着 突然间 不能坐 不能欢 然后怎么样 抽筋的时候全身 然后牙切齿 然后抱着到处去找 后来我还跑到怎么样 中医西医所有的医学看变了 我到那个 他们跟我讲说 那个竹胎 可以治这种抽筋的毛病 我就到那个情人谷 但是我太去到处找 差点被蛇咬 结果呢 找到以后 煮了没笑 后来这六章里 一个屋子里面 一堆人 一个老先生 拿个牛角 把那个每一个人的脚 按得痛得要死 后来就知道是现在的脚底按摩 现在脚底按摩不痛呢 我们的理事长在这边 我们柯理事长 站起来给大家鼓掌 现在脚底按摩不痛吗 是不是 你看以前怎么样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 那你们想想看 三四岁的孩子 爸爸妈妈 亲生的父母亲抱在怀里 那个人把他 挖得痛的 他吃压力 吹啊叫啊 全身汗淋如雨 你想想看 那个父亲的 那个心 后来呢 到了五岁多的时候 往生了 因为吃也吃不下 胃啊 每天胃塞啊 摘得痛的样子 到最后 古咒无才 那时候我考过了中医检订 我就发觉到不行 中医只有两颗 针酒跟中药 其他的全部在民间 我就去一样一样学 一样一样教 所以我教了三四十样 然后我体会到了 原来上天安排我 就是现在这个世纪 就是现在这个世纪 叫做整合疗 美国十几年前开始推广 一千多亿 结果没有效 媒体给他的评语叫 疗胜语 台大也从这个方面 但是他们本来要做中医科 后来脑教授反对 所以他们设整合疗 把门诊咨询中心 有针酒 有中药 有气功 有药膳 也没有用 什么原因 我体会到 整合是融会贯通 而不是单向摆在那里 叫中和疗 这个是什么 在我们皇帝内心就有 它叫杂核一致 所以我几十年 一直在推广杂核一致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 美国 欧美的整合疗法 我发觉到 原来它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 给政府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 台湾可以得到诺贝尔医学奖 民间太多东西很棒了 我们来看一下 投影片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给各位 讲几个实体的东西 我们从前面来 稍微看一下 整个一个基础过程 下一章 你看 你做过脚底按摩 你做过刮沙拔罐 实际上你在冒着生命危险 你们信不信 为什么 没有标准 所以大陆出很多问题 大陆要做什么 做这个评鉴 做国家标准 所以那一年 他们出了很多问题 那吴声部呢 又说他的 以往的理论错 在2009年3月1号 的这个报纸上面 他划表理论 他说脚底按摩理论时代过 我有一本那个小册子整合 那里面有这一段 他说 以前的脚底按摩理论时代过去的 越创越好是错的 那这种神职人员让我们敬佩 错了就改 然后他说要融合阴阳五行才能治标也治本 三十年前我在跟他永和的时候 我们一起开班 那时候我是历经学会理事长 我就把阴阳五行融进去了 当时他听不懂 他每个礼拜一来听我讲 从这个台东坐飞机的 后来他现在都懂了 他说一定要融入 所以去年我有打电话给他 他很高兴他打电话给我说 他愿意进来成为我们 恢复资文化遗产的一个分子 但是今年我找他的时候 他正好在国外 九月才回来 所以我们希望他下一任 第二批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他也找进来 然后我们有这一个 弱死健康法 然后我们还有 我个人也是大陆国务院恢复资 那个有部委他们有个单位 大陆全国的脚底按摩 还有整体推拿的理事长 那我是联合国有一个 手足项目的一个这个认证 那像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明天还有很多 事实上我告诉各位 没有一个人是什么 完全不得了的 我学了三四十一样 我的年龄比少部分的人 不是少部分 不好意思 比多部分的人稍微大一点点 我在这个教学上面 我从民国六十年开始教针灸 然后中医中药 刮沙拔罐气功推拿按摩 然后催眠 不断的研究教学下来以后 我突然间发觉 我只是宇宙里面围城 所以我的别号叫宇宙围城 因为我觉得我们太渺小 围城已经把自己扩大了 真的我们懂得太少 那我们只有在我们自己 这一项里面的认真做 然后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可以做到 然后自己的不够我们再把这些 所以我这一次集合了十六位的老师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 我跟他们学习 听他们讲我就学到东西 然后把它拉出来 所以在这个上面 我们是觉得应该要做调整 我们再看下去 我也有通关秘密 请大家一起念 就不会生病 大家一起说 每天最少念三遍 就不容易生病 然后呢 尤其男士绝对不要病 有病一定要怎么样 专业看医生 男士最容易病 所以最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时常都劝男士 我们方先生对不对 他是我们台湾银行 50块的硬币是他设计 我们三十年前的朋友 他出现我就看到他 他说老师你还记得我 因为台湾银行我怎么不记得 你还不记得 像这种都是人才 这种在专业里面 我们都是一种什么 都是气功大使 他在专业里面就定静安律的 所以你在你的专业里面 你不一定念功 你就在念功 然后认真的把你要做的是做好 然后不要去补别人 然后认真的做好 这一辈子的事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整理起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灰屋子文化遗产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教科问组 这个资料我都送给政府 所以政府很重视 所以才会成功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一个是你看大陆的 这一个灰屋子文化遗产 我2007年很幸运碰到 大陆文化部的官员 这些办法是他们在联合国定的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讲 一直跟我讲 一年我去找他三次 讲了以后他竟然说 你可以来报台湾 恢复制文化遗产 我说不要 我报了以后就不要回台湾了 所以我说我回去台湾整理好 结果现在你看多棒 他们连中山寺都整理出来了 然后他们在清华池北京 把脚底刮沙拔罐吃落 然后把至金膜炎就得到北京市灰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 在颈椎拔罐就得到灰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 这是什么 没有办法马上提升到卫生去主管的时候 先保护 所以我就后来怎么样 我想我们的也是一样 这么多 还有尤其有一个 他也正好在大陆 这次没有来 去年有参加我们的叫省茂慧老师 国术九段 结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办这个 去年就开始在积极策划 他坐在我旁边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最近怎么样 在哪里交工 你知道他在哪里交工 在公园交工 你说我们国宝在公园交工 现在已经这么老了 85岁了 在两年 他的那个秦拿出没有人可以比的